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大家为了康熙来了结束痛哭流涕的时候 小S却不幸一顾 虽然代表作康熙来了遗憾停播 但是小S的另一个作品正在发光发亮 就是她的三女儿徐老三 完全继承了妈妈的那股机灵劲 凭着天生的综艺感 小小年纪已经有了十万人的粉丝后援团 因为我是万万没想到徐老三会莫名其妙变这么受欢迎 然后想说她既然红成这样 我还阻止她成为明星的话 我就太逆天行事了 所以我就顺应名义 然后就时不时放下她可爱的照片 于是闲在家的小S就做做新妈 分享一些网红徐老三的视频 顺便吸点粉咯 她也是有一次她就问我说 妈妈你是不是有很多粉丝 我说对啊 因为我是主持人 有很多人爱看我的节目 她说我也有粉丝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刚才出去的时候 有好多人说徐老三徐老三还跟我拍照 然后她就说大姐跟二姐有吗 然后我想说她这个心态已经开始有点扭曲了 16岁出道 算来小S的公灵也有20年了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想必不工作也有的她忙了 难道小S就这么退隐江湖了 这采访里大有玄机 大家好好听听 我想说就趁着几个月的几个月的几个月的时间 就不要一直猛计划一直猛想要干嘛 就就放空吧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